40岁黑帮大佬死期将至 正打算最后疯狂一把 却被一个19岁漂亮妹子死死抱住大腿 就连睡觉也要在一个床上 黑帮大佬直呼造孽 男人名叫罗伊 是德州黑帮的骨干成员 性格桀骜不逊 脾气更是比臭狗屎还臭 肺部有阴影 不等医生说完话 误认为得了肺癌的他气氛摔门而去 回到车上还不忘点根烟压压惊 罗伊的生活可以说非常糟糕 年近40还是筷子抹油光棍一条 好不容易勾搭到一个女朋友 如今也被老大敲了墙角 文凭没有心眼不够 又有什么能力和对方掰手腕 来到帮派地盘 老大又给他派了新任务 去教训一个连调局的眼线 但老大的叮嘱却非常奇怪 要求他不准带枪 理由竟是年纪大了见不得血型 罗伊是无语他爹开飞机无语上天了 怀疑这老家伙是不是脑子进了桃米水 回到家他思考良久 愈发觉得事情有些古怪 还是决定带一把枪用于防身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对的 因为他和小弟刚溜进房间 就被陌生杀手一枪拖锤倒 杀手行事果断 直接从小弟见了上帝 危难之际 罗伊如疯狗下山 靠着敏捷身手反袖两名杀手 缓过神后发现 屋内还绑着一个女孩 罗伊脑子一热 顺走沙发上的文件 拽着女孩驱车离开 却不知这份文件是个定时炸弹 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回家后 罗伊搓掉身上血迹 收拾好东西 准备找个地方勾起来 女孩向他借了一件衣服 明白 只有紧紧抱住罗伊的大腿才能活命 面对这个拖油瓶 罗伊没有拒绝 他已经猜到 刚才知识是老大社的圈套 毕竟抢了自己女朋友 肯定会怀疑自己会窝里返 倘若罗伊一走了之 女孩就会变成案板上的鱼肉 成为抓捕自己的牺牲品 当务之急是逃离小镇 交谈中得知女孩名叫洛拉 家住德克萨斯州 职业风尘女 两人虽然无感 但总归有了过命交情 罗伊想把洛拉送回老家 但对方说啥也不同意 为了不让洛伊难堪 洛拉表明 大不了把她扔在酒吧 反正只要活着就有钱可赚 罗伊自知自己不是啥好人 可以不会间接成为皮条客 洛拉看出她与别人不同 回到车上就开始骚手弄姿 夹到欢迎 再料罗伊肩并卷猪蹄 不吃那一套 半路 两人找到一家汽车旅馆休息 罗伊窝在沙发上 努力克服焦虑 洛拉则在卫生间里释放压力 没有人知道她经历了什么 搞笑的是 罗伊一晚上稳定的小鸡腹蛋 反正洛拉怀疑 她是不是机枪哑火 罗伊恨呀 说啥也不带她走了 结果怒火攻心 咳出了番茄汁 洛拉懵了 忙断了一杯水 说自己刚才在开玩笑 相信她的火力还不行吗 事后 罗伊将皮卡卖掉 搞了辆八手奥拓 和一些钱继续逃窜 累了两人就下车舒展心骨 烦了就看看夕阳 毕竟日能解忧嘛 不知不觉中 已经逃完了几百公里 途经德州一座小镇时 洛拉突然要求在此地停留一会儿 说这里是她的老家 家中有些钱可以拿来应急 单纯的罗伊丝毫没有怀疑 没料到洛拉虚晃一枪 下一秒 她掳走房间女孩冲上轿车 罗伊一脸懵得 赶紧踩油门开溜 洛拉解释 女孩是她妹妹 刚才开枪打的是她继父 两人感情一直不合 不过射歪了 子弹打到了墙上 罗伊心中千万只大洋驼奔腾而过 只能自认倒霉 带着她们继续逃亡 一路美女做陪 风景也变得格外秀丽 路过一处海边小镇 一老汉带着俩疑似未成年的组合 让旅店老板娘心生警惕 告诫罗伊 最好不要动白心思 否则就让她尝尝老饭的味道 入夜 一对男女拿嘴炮 声音烦的罗伊无法入睡 正好这时 洛拉过来还衣服 再次谈心得知 她只有19岁 守生活所迫才误入歧途 一直盼望过上真正的人生 可惜现实比死了爹还残酷 道别罗拉 罗伊终于想起那本文件 发现记录的全是老大的黑钱账单 正好可以成为举报的铁证 半夜 罗伊被砸门声吵醒 本以为杀手来了 罗伊两个头都很大 被迫压枪 三人挤在一张床上睡了一晚 天刚亮就去海边降温 罗拉望着这个有点帅的大叔 爱情的火苗有点压不住 可他这样的人真的配拥有爱情吗 镇上的爬手看罗伊自带王霸之气 便邀请他和自己干一笔大买卖 罗伊感谢爬手的啤酒 并让他滚犊子 这天意外再次降临 罗伊从报纸上看到一条震惊消息 德州举郡男子被枪杀 三岁女儿和十九岁女儿离奇失踪 戴着眼镜上掀锅盖 罗伊恍然大悟 原来那天的枪声子弹没有打在墙上 而是洛拉干掉了继父 意识到被骗 他非常愤怒 选择远离那个说谎经 不辞而别 同样让洛拉陷入绝望 罗伊驱车一路北上 穷途末路的他靠了前女友 但对方野鸡变凤凰 就差忘了罗伊叫啥了 洛拉这边 没了依靠不得不干起老本行 打算去酒吧当妥姨五娘赚访费 旅店老板娘没有因此嫌弃这对姐妹 反而还答应帮忙照看小女孩 也许只有身处绝望 才会反思自己的过去 并主动去寻找新的方向和希望 意识到自己做错的罗伊 不免开始担心起洛拉 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回去找她 结果被老板娘当成父亲汉 教育了一顿 扒手又在此时趁火打劫 用报纸上洛拉枪杀养父的新闻 威胁洛伊 不入伙就去举报 但扒手不知道 她威胁的是个狠角色 罗伊假装被迫上贼船 当晚就送扒手下了地狱 没有人可以威胁她 更没有人可以伤害她想保护的人 天快亮的时候 洛拉才下班 洛伊得知她去干了老本行 暴跳如雷 死死掐住她的脖子问候 洛拉只能无助嘶吼发泄不满 两个人似乎都没有错 错的是这个社会 事情发展到如今地步 罗伊再傻也能看出其中端倪 小女孩其实是洛拉的女儿 洛拉再也绷不住 一边哭一边将真相吐露 15那年姬父趁妈妈不在家 不当人闯入她的房间 直到生下女儿后 洛拉才有机会逃出家 洛伊听完后悔洛拉杀姬父那天 没上去补记枪 承诺不会再抛弃他们 此日一早 她给曾经的老大打去电话 先是怒喷对方一顿 发现女友被抢的不爽 接着又用账单威胁 索要了七万五千刀的保证金 有了这笔钱 三人宛如一个真正家庭 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幸福时光 罗伊第一次向洛拉提出了约会 罗拉身着艳红长裙盛装出席 身体虽脏但灵魂解净 木桥上 罗伊自知黑老大不会放过自己 便向洛拉说出了真实想法 准备用一笔钱帮助她完成血液 还会雇一个人照料小女孩 可惜可恶的上天不给她救赎自己的机会 就在两人返回旅店的途中 突然遭遇黑老大手下埋伏 洛拉被他们强行掳走 罗伊也被揍得满脸开花 黑老大准备明天就送她上路 生死存亡之间 还是念及一奶奶就情的前女友救了她 罗伊却没有急着逃命 而是疯了般搜寻房间 只是结局非常遗憾 洛拉已经被那群坏蛋折磨死了 罗伊心头瞬间被刀割碎 扯下窗帘给洛拉最后一点尊严 然后如发疯的野兽 用自己全部的力量进行了复仇 等她再次醒来时已经住进了医院 顺便得知自己并没有得绝症 驱眉病是一种可治愈疾病 白日都怪自己当时没听权 罗伊吊儿锒铛入狱 他本可以举报黑老大获得赦免 但因牵扯到洛拉女儿 最后选择了闭嘴扛下所有罪行 二十年后六十岁的罗伊出狱 赶在风暴来临之前 他回到加尔维斯顿的海边小镇 刚进旅店不久 一个女孩便找了过来 罗伊没有第一时间认出她 当看到那张熟悉的照片时 这才知道洛拉女儿已经长大了 她继承了洛拉的美貌 有着体面的工作 而且也快结婚了 听到这些 罗伊倍感欣慰 女孩想知道照片上的姐姐是谁 为什么后来抛弃了她 罗伊思考片刻决定说出真相 条件是 女孩要好好活着 影片最后 罗伊向着风暴而行 恍惚间好似看见了洛拉的身影 一袭艳红长裙依旧美丽动人 也许时间和残酷会让人忘却一切 但真挚的爱情 亦或友情永远不会结束 加尔维斯顿上用于2018年 是一部被片名耽误的优秀情感片 没有超级英雄 没有诗情画意 唯有垂在心口上的压抑一击 猛发的感情 以最残酷的方式戛然而止 这种感觉真的很难让人接受 但也正是因为苦的难以下咽 反而get到了绝望的意义 以及荒诞又充满希望的情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